成了一个没法解的问题 就是说我政府作为强势 我愿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腐败 是古今中外 现在都没法相比的 和官商的勾结 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这么严重 就是说土地成为这个暴力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说政府黑箱作业 拿一块土地 然后得到好处 所以钱嘛 本身就政府要拿钱 商人要拿钱 最后哪些人拿不到钱呢 就是没有任何权利 也没有任何能力的小老百姓 就是这些 他拿不到他应该拿到的好处 拿不到好处 他的利益速度损失 又没有任何渠道进行解决 连声音都发不出 这就是现状 所以我觉得这个听众 有点片面 好的 来继续接听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打来的电话 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想谈点看法 刚才那位女士 是不是请你详细讲一下 政府在拆迁 拆迁你的房屋的时候 给你的补偿到底是多少 具体讲一下 是不是跟你的心理的要求 是不是相差太远了 我身在大陆 我很清楚 现在的土地政策 确实是个很头痛的事 我记得我那个亲戚 在长沙 就是搞扩建的时候 当时一听说要拆迁 连家里面的房子 两层就盖成三层 那个租建也搞装修 为了多搞一些拆迁款 我认为现在搞市场经济 这个人互相攀比的 所以这个药价 一年一个行情 所以现在也是政府 相当头痛的事情 相当头痛的事情 引发了各种的矛盾 再一个呢 有些地方政府 可能也是吃土地财政 这方面呢 这个东西 这个拆迁的补偿 各个地方可能不一样 我认为这位女士 这个事情完全在国内 是可以解决的 既然跟你的这个药价 相似很大 也不至于告到联合国去 我觉得这个中国人 这个脸上 好像热乎乎的 还是回来 在国内 我相信政府 还是会妥善解决的 好的 湖南的张先生 谢谢您发表的这些意见 下一位是山东的李先生 山东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那我女士我问 那个你到联合国总部 他们给什么答复 他有什么处理方法没有啊 对你那个事 有没有有个具体的说法 谢谢 好的 我们请胡燕女士呢 来回答两位听众 电话听众 的这个问题 那刚才那个湖南的观众 张先生 那么就是说 你觉得就是说 刚才我也说过了 就是说事实上 就是政府定价 那个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款 是每平方 1850块人民币 而当时的市场价格 我就说了 就是有参照的 合计黄埔的那个房产 他拍卖了一块地的均价是每平方米将五万多人民币 那么这个价值你可以比较一下 相差几十倍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我要价太高 那么我相信有计算能力的人都可以比较一下 然后呢 你说有人翻造或者怎么样 那么我们家是一百多年的祖屋 没有翻造 就是平房 一楼 没有翻造任何面积 也没有就是因为要拆迁了我们突击装修啊什么 没有 我们是一百多年的祖传老房子 我们以前都是就是说老祖宗买下来的就是地啊什么的 所以说这个完全是我甚至都有五几年仍然是就是中国政府颁发给我的土地登记证明 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就是说所享有的私有私有财产 所以说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们的情况跟你所了解的情况是不一致的 这位先生 所以说然后关于就是那位山东的先生问到联合国的问题 那么那天呢正好是杨建丽博士是陪我去的 那么请他来跟大家说一下 好的杨博士 我想先回答那个湖南张先生的我做点评论 有一个基本事实就在中国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都知道 任何的抗议活动任何的上访都冒了一个风险的 胡彦的先生他的老公江彬 因为这个上访几次被这个被这个拘留 几次被拘留 就是你冒着风险 如果你你给了补助你是满意的 谁冒这个风险 过的好日子不过去做这种事情 而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在国内专门做拆迁的研究访问 近几年来就是我们粗略的估计了一下子 因为拆圈就是政府雇用黑社会打打死人 到最后自焚自杀等等因这个拆迁造成的死亡 现在是几千人不下几千人 所以这个你要是说他们生命都不要了 就为了多要那个钱 这是不可以理解的 就是你不能忽略这个问题 这个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和这个访民打交道已经十几年 我很少看到在中国可以解决问题 这位湖南的张先生说在中国可以解决问题的 我们中国是解决不了的 而且每个省在北京都有黑监狱来关这些访民 这都是中国的现实 说在中国是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到联合国 到联合国呢 他说这个丢中国人的面 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看 真正丢中国脸面的人是这些官员 他制造了这些灾难 而且这灾难毕竟要 它是人类的灾难 必须让全人类都知道 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这些人丢了中国人的脸面 你应该找他们来讲去 而不是胡言 也不是我 关于联合国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联合国的程序是相当复杂 也比较慢的 那我们呢就是先把信递上去 然后我们未来还有一些后续的行动 寻找他们能够这个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渠道 同时呢 我们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媒体的压力 然后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这个问题 让关心这个事件的人权团体 还有联合国的有限机构对我们进行反应 好的 刚才我又说到一个这个电子邮件 他对胡言女士的遭遇呢 表示同情 这份电子邮件呢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同情并严重支持嘉宾女士 强制拆迁的本质就是暴力 生活在中国竟然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 土地都是政府的 既所谓国有种种奇迹的产生 也就不足为奇了 看来我们这位听众和观众呢 是同情和支持您的 那么胡言女士我想问您 进一步问您一个问题 如果您刚才提到您对这个 您下一步的打算 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说呢 如果您认为向中央政府告状呢 没有没有作用 那么向联合国告状呢 现在也没有具体的结果 那么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还是想做进一步抗争呢 还是准备和上海市政府妥协 接受他们的条件呢 我的说实话 他们现在没有给我任何条件 然后呢 就是说我在家里经历了五年的 就是抗争和迫害之后 我觉得我只能选择 就是到国际社会上来发声 那么所以说 我就坚持在联合国的广场门前 每天抗议 直到就是说能够就是 引起就是那个国际社会的关注 以及能够得到就是妥善的解决 这就是我想要继续做的事情 主持人我想查几句 好的 胡彦的最近的行动 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可以说各种人权团体都非常关注 他本身 他本人呢 有决心就叫无限制抗议 无限制上访 然后才能够引起这个国际的关注 然后随时等待着中国政府 上海政府我是指 来解决问题 因为我们最后是为了解决问题 我想胡彦本身是解决 想解决问题 至于说到北京上访和到联合国上访 实际上是上海政府制造的 因为什么我看到两个手条 是胡彦女士给我看的两个手条 其中一个手条 是这个施博局的官员写的 他说首都北京是中国人民的首都 他们会欢迎你去上访的 你们到北京去上访 这是一个手条 另外一个上的手条 他说你们可以办护照 到联合国企上访 这是施博会的这个官员写的 这个这个手条都在我们手中 我们要选择时间 公布出来 还有更多的资料 我们一点点公布 我们等待着上海政府 来解决问题 好的 现在我们来继续接听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下一位是江苏的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你好 是我吗 请讲 是这样的 首先的话我感觉 胡彦女士这件事情 原来我是对他是比较是同情的 因为我周围也有这种情况 遇到这种情况 在国内这些 就是舆论这方面 对这个强制拆迁 是非常非常反感的 这个是我在网上发表过 这样的反对强制拆迁的 但是这个问题呢 我感觉到 胡彦女士选择这个方法 跑到联合国去告状的话 这个让我有点感觉 有点不知道怎么表达 好了 我觉得成了一个 有点像闹剧了 是这样子